恐慌 尋录 字幕 李宗盛 录音 字幕 李宗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你们几十几一坐就会发现问题 如果你们光是听老师讲 好像都会 可能自己去动手去坐 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一定是要去做题,好不好,而且是每次课后,你都要赶紧的去做题,不然你就忘记了 你去做题,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及时的去问我,好不好 就是,来看一下啊,S轴方向,Y轴方向,然后我要对O点曲句,要来求它的合地句 好,那我们看一下啊,我一般情况下建议的S轴方向就是这个杆轴线方向,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杆线,对不对,就是我的杆轴线方向,我们开始讲了轴线,杆轴线的概念,对不对 每个解决是不是都有一个行星,行星的一个连线叫杆轴线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连整杆轴线的方向,我们叫做X轴 所以,有时候我这一根杆,如果是竖向方向的话,你有可能这个也可以假设为X轴 你也可以,一般情况下,这个方向就是X轴,好不好 尤其是在算内力的时候,算内力的时候啊,现在简化了,地形简化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样子 地形简化,我们都是,这里是我们的S轴,这里是我们的Y轴 那事实上没有说,这个就一定是X轴,这个就一定必须是Y轴 你可以随意假设的,根据 你可以假设,诶,我这个方向是X轴,没问题,好不好 然后,你擦垂直的Y轴,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具体这个X轴和Y轴,怎么样来进行简化,怎么样来假设的 肯定跟你所求的这些力是有关系的 怎么样来,X轴方向是哪个方向,Y轴是哪个方向 我怎么样来让我的计算简单一些,对不对 那我们要拖点懒,不是说我什么事都要全部去做 我可以拖一点懒,它怎么样去做是更容易一些 那我们这里的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什么呢 这个是X轴,X方向,这里呢,是Y方向,这个方向啊,数向和水平方向,好不好 好,那X方向有哪一些力呢 这个100牛是不是连着Y方向的 所以X方向的分量是等于0的,对不对 好,然后,这里有一个500牛,对不对 它是一个斜着的,我们说,这个它可以用什么来代替 用它水平方向的分量,对不对 水平方向的分量,以及它对应的,数向方向的分量,来代替,对不对 那根据这个比例关系,根据比例关系 那就是500比上5要等于水平方向的分量,FX的比上4要等于Y方向的分量,比上3 所以,这一个等于多少,410,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呢,300 按照比例,一下子就可以得出来啊 好,就是这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算,所有的力连着X轴方向的,这个合力得到多少呢? 这个是为0的,这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水平方向的分量 大小是等于多少呢? 400 400 那它就是等于400 而且是沿着正方向的分量 400牛 对不对? 水平方向 好,这里是你的代替L400牛 那好,最重要的这一个呢? 这一个我们叫做均步力系 因为它每一点的都是一样大的,对不对? 均步力系啦 那么这个均步力系,它的方向是往哪里的? Y方向,对不对? 所以它在X方向它的,有没有分量呢? 没有 所以这个水平方向的合力,是不是就是等于400牛啦? 是 对不对? 就等于400牛 好,接下来看Y方向的分量 Y方向的分量,这里是不是有一个100牛? 我们如果规定向上为正的话 那这个100应该是负的100牛 对不对? 对 好,这里500牛在Y方向是不是也有一个分量 这个分量是等于300牛 而且它的方向是不是向上的 所以它应该是加上300牛 对不对? 因为我这个100是向下的吧 这一个分量是不是向上的 好,所以是加上300牛 好,到我们最重要的这一个均步展合了 这个均步展合是怎么样来分析的呢? 高速里面学会没有? 高速里面 我这一改断,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分成一小段 再一小段,再一小段,再一小段,再一小段的形式 来加起来的 比如说我要来,哎,某一条曲线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我要来求它的面积 我要来求它的面积 是不是也是分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分成 小段一小段的什么呀? 矩形 然后把它们的面积全部再加上来吧 这是最简单的 还有可能就是用什么呢? 梯形 对不对? 把它的面积加起来 那力学里面也沿用了这一个思想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作用的是均步展合 我们作用的是均步展合 好,这里是极度,是为Q Q的话,可以说牛,美,米 它不是力的代表,对不对? 所以它不是力 那这一边的长度我们积为L,好不好? 那这个均步展合就可以用它的合力来代替 为什么呢? 我们也是把它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那在这一小段上 因为我们的树立面积是不是很小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它的一个集中力来代替 而这个集中力就等于Q乘上很小的微段DX 对不对? Q乘上很小的这一个微段DX 这一个等于这么多啊 那我接下来又取一个DX的微段 对不对? 那它的合力是不是就是什么呢? 数向方向的合力 那是不是就是Q乘上DX 然后再,比如说这是0到L上来积分 对不对?0到L上来积分 那我的Q是个常数 不会变得S没有关系 所以它可以带到什么呀? 积分符号外面来,对不对? 提到积分符号外面来 那就是Q0到L积分 DX 这一个实际上是什么呀? 你很小很小的微段传不加起来的意思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它的感肠 就是这一段的长度 对不对? 就是这一段的长度 它就等于Q乘上L 所以这个均固载和数向方向的合力 等于多少呢? 就等于Q乘上它的长度 Q乘上它的长度 Q乘上它的长度 如果你这一个过程理解不了 那么你就把它这个答案记住 结论记住 因为我们以后不做研究 应该做研究的少吧 那这个过程 我们进出这个小度为方式 好不好? 如果是这种均固载和 那么它的合力大小就是等于Q乘上L 然后它的方向和我这个还是数字向下的 然后的话 比如说我要来算它在哪里的句 对不对? 还有它的合力的位置在哪里? 合力 这个我们就不推了好不好? 我怕我推后面又讲乱了 好,它合力大小 我就用它的合力来表示 来代替了 有没有问题 方向还是数字向下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合力点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 自己去琢磨一下好不好? 那你们也可以去琢磨一个这样的问题 有时候这个荷仔 这个荷仔不是均匀分布的 而是三角形分布的 哎,这里等于Q 那它的合力应该等于多少呢? 应该怎么样去算呢? 是不是也可以分成这种很小很小的一段 那么这个时候它的极度是不是就是一个三角形跟我的X有关系了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我这里面的Q就不是为常数了 而是和X有关的一个函数 和X有关的函数的话 你在积分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是感常了 对不对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感兴趣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自己去看一下 一般理论力学的教材上是肯定会有的 肯定会讲到这一条的 还有比如说如果我是七十一边高一边低 是不是的 这种说法要怎么算呢 事实上都是用了我们这一种办法 好不好 取一个很小的微段出来 在这个微段里面我们就相当于它是一个集中力 对不对 然后再把所有的集中力把它加起来 这是高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 就是取微段的思想对不对 像面积算体积高数 力学里面也是经常用到的啊 取一个微段出来 好 那这是这样啊 那也就是说哎我这个石榴梅里的这个均步力系是不是可以用它的合力来代替 那它的合力是在这个均步力系的中间啊不是整根杆的中间啊是这个均步力系的中间啊并且它的方向是和我的均步力系的方向是一致的 所以它是向下我用这个红色表示它的分量或者是它的合力来代替啊不是不是我们说单独人画讲的看清楚一点啊 所以它的合力方向向下重用点就是在我的均步讲的这一段的中间 那它的大小是有多少呢 是不是就是十牛每米乘上它的这一段的长度 那就是等红色那就是等红色它就是等红色那就是等红色二十牛 诶我这一部分它的效果我就可以用一个集中的二十牛来代替 好不好 一个二十牛来代替 所以我数向方向的合力是不是还要加上这这一部分的代替吗 好那它是向下的我们视为负的 然後20粒等於多少呢? 200粒20,對不對? 那就是等於180粒 有沒有問題? 它的合力啊,均步短的它的合力就在它的終點 大小就等於它的極度呈上它的長度 用它的合力來代替啊 好,接下來就是算這個粒句了 算這個粒句了啊 算這個粒句,我們是對歐典的句對不對? 那我也是一部分一部分的來考慮 那這個180粒歐典的句 是不是等於零的? 正好過這一點對不對? 只要這個粒它的作用線正好過這一點的 它對這一點的粒句就是等於零的 好,我們考慮這個,簡單一些好不好? 這個,那這個水移方向的分量 對,是不是也正好過這一點呢? 說用線? 是 所以也是等於零的 那還剩下這個數下方向的分量 那還剩下這個數下方向的分量 要到這一點的粒句 那就等於這個分量的大小是多少呢? 300 乘上多少呢? 它的粒幣 是不是4米的? 我正好給它存一次啊 4米 那是哪個方向呢? 我們是從粒 粒是向上的對不對? 粒,然後轉到我的粒幣 這一關是它的粒幣吧 所以粒轉到粒幣 它的轉向是 粒時針的 如果我們為順時針為正的話 那麼這個粒時針就是為負的 好,接下來啊 就是我們的重點了 重點就是這個均步載合 對不對? 重點就是我們的這個均步載合 這個均步載合 那麼看一下 我們說這個均步載合 可以用它的合力來代替 那我就只需要算它的合力 對歐典的粒句 那合力對歐典的粒句 和其他的載合對歐典的粒句 是不是一樣算的? 你只要能夠確定它的合力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大小和位置 是不是就可以 算了 所以它的合力大小是等於二十牛 然後它的合力正好在它的中間 對不對? 它合力的作用線到歐典的地幣 距離等於多少呢? 三 就是這裡兩米這裡取一半 一米是不是等於三米 對不對? 好 那它的方向啊 可以稍微的在這圖上標一下 如果說你很清楚了 比如說我紅色的這個合力分力 你不需要把它標出來 藍色的方向你也不需要標出來 你直接去算就可以了 我把它標上是為了方便大家的一個看清楚 好 那這個合力對歐典的粒句是不是 欸 合力的方向是不是要下來 然後我要從它轉到我的地幣 是一個什麼方向? 順時針的吧 我現在逆時針是為負 我的順時針是不是要為正 好 欸 正就是正一個 那麼它是說等於多少呢? 一千二百 減去六十對不對? 那就等於負的一千一百四十 牛米 也就是它實際的方向是怎麼樣的呢? 逆時針的對不對? 我這根句它實際是逆時針的吧? 好 這就是怎麼樣去求合力啊 基本上清楚了吧? 嗯 基本上清楚了吧